所以我说日本有些东西很像稻树 这是有道理的 因为点石成金它本来应该不是黄金 就像那它跟药物不一样 像有些药物是从古代就有用的 那它只是一个把猪皮呀 鱼皮呀鱼骨头 然后废弃物然后再把它用 现代的方法把它真的 做成粉 但是连它效果都没有定论的东西 但是却卖的很贵 那真的是点石成金 因为点石成金有的也还是会变回来的 在稻树的故事里面 有的是如果是狐狸变的 当天晚上看是黄金接着天会变石头 然后稻树里面好像也常常说 它最后会变回来石头 所以可不可以变成黄金以后就已经 就不会变回来 所以我就不知道 一蛮比较少 兔兔 你不要这样 我会怕 虽然说很好看 兔兔表演 兔兔表演了 兔兔你表演后空翻 干什么 兔兔 撒豆沉 兔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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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兔走路比较慢 兔兔听得懂 他说我们忙蛇吃东西 其實不可能像游蛇這麼快 兜兜表演 我們 蟒蛇動作再快就是這樣 所以你像動畫那種 這樣陪來陪去不是蟒蛇 你要叫游蛇演 如果蟒蛇動作再快就這樣 兜兜表演了 精彩精彩 還有蟒蛇吃東西真的是這樣 所以你看那個 店裡面 吞個東西 這樣馬上整個吞進去都不用動 那是假的 還有店裡面有蛇兔出來 他都沒有講說 其實蛇兔很傷胃 因為他們胃是強酸 你看他們的大便跟狗大便一樣 可是他們 他們是吃屬不吐骨頭 不是吃人不吐骨頭 他們吃屬不吐骨頭 所以胃酸非常的強 他只要一吐 他就會傷到我的身體 他幾乎就會死掉 不要 好像吐超過三次人家說那隻蛇 就一定會死 都都吃完了 都都吃完了 都都看起來就像表演 咬著食物跑 因為他聽得懂 不是打聽懂 可能貓跟他講 我媽媽在說那個 襪袋蛇 會咬著魚 衝來衝去衝很快 那蟒蛇 不可能衝這麼快啊 最小的蟒蛇 就是這麼小啦 好了 嘟嘟吃飽了 那我等一下去忙我的事情了 謝謝嘟嘟今天 謝謝嘟嘟今日的表演 小小說要謝謝我 真的 他說貓咪才是道士 貓道士 都是靠我們 我媽媽真的不會 然後他要去賞魚 那放水 其實有正常吃的 球馬喝的水很少 但是你就是放著 他萬一有什麼事情 他就會喝這樣 他可能無聊 會去點一下 點一下 可是因為他們吃的 乳鼠都是有水分的啦 所以其實他水不會喝很多 如果你這 球馬狂喝水 好像也是要注意 注意有沒有什麼 剩的問題或其他 好那第三段也錄完了 第三段最短 最精彩 謝謝嘟嘟的表演 你去休息吧 謝謝嘟嘟 那一般這樣弓 剛吃完也不要去碰他 不然被咬也是正常 就是像我平常打開 嘟嘟也都是這樣 動 他就不會咬人 對 好 這樣完 差不多了啦 我要去忙 謝謝嘟嘟今日的表演 真正的球馬是長這樣 有蛇眼的跟球馬不一樣 請你們要搞清楚 這是不同的蛇 我也要說 我非常忌 necess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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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